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曾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多个朝代的都城,尤其是唐朝时期西安,那时被称为长安,不仅是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更是国际交流的重要枢纽,享有世界都会的美誉。 然而,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自唐朝以后,西安再也没有机会成为中国的国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唐朝时期的西安为何能够成为国都。 长安在唐代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众多,商贸繁荣,文化艺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长安城规模宏大,城市规划严谨,街道宽阔,宫殿壮丽,吸引了无数国内外人士前来。 长安不仅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具有无可比拟的国际影响力。 然而,随着唐朝的衰落,西安的辉煌也随之暗淡,唐朝晚期,战乱频发,长安屡遭破坏,其经济基础和城市功能受到严重损害,加之皇朝起义等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爆发,长安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此未能恢复往日的繁荣,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版图分裂,各地割据势力纷争不断,西安地处西北,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偏远,且由于连年战乱,经济和人口都大幅度减少,无法支撑起一个大国的都城所需的资源和人力。 因此,随后的几个朝代更倾向于选择地理位置更为中心,经济更为发达的中原地区作为国都。 此外,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心逐渐难移,宋朝时期,经济文化中心的难移趋势更加明显,江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开始超越北方。 西安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北方城市,其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逐渐减弱,不再是国家的首选之地。 再者,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西安虽然地处关中平原,有秦岭作为天然屏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军事战略地位也有所下降。 特别是在面对来自东北方向的威胁时,西安的位置显得较为被动。 而位于中原的开封,洛阳等地则更有利于对全国的军事控制和调度。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西安的水资源问题,西安地处为何流域?水资源并不丰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扩张。 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西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一个大国的都城来说,充足的水资源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后来的朝代在选择国都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综上所述,西安之所以在唐朝以后再也没有成为过国都,是由于其自身的经济衰退,地理位置相对边缘化,军事战略地位的变化,以及水资源的限制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尽管如此,西安作为千年古都,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今天的西安,虽然不再是国家的首都,但仍然是一座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城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探寻那段辉煌的历史。 一提起唐朝,我知道大伙第一时间就会想起被无数文人使家殴割过的大唐盛世,那丰盈富足的生活,那万邦来朝的盛况,那自已飞扬的诗歌,恐怕至今让人怀念。 不错,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唐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政变最多的朝代。 光是从公元618年,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俩建立大唐王朝开始算起,到公元755年。 安史之乱爆发,短短130多年,这还是唐朝最强盛的时期发生过的政变,比较大规模的就有玄武门之变,五洲革命,神龙政变,锦龙政变,唐龙政变,先天之变,马维义兵变,大大小小,至少不下十个。 那么,为什么唐朝的政变这么多?而且多数发生在盛唐时期,这些大大小小的政变,又对唐朝的政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有关盛唐的历史,为什么要从政变说起呢?这里是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系列的第一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大唐盛世。 辉煌灿烂,流光一彩,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却是个血腥的盛世,在皇宫内多次上颜子逼附,复杀子,七世夫,兄弟相残的戏码,看得人不寒而栗,可以说,政变贯穿了整个大唐近三百年的历史。 有人统计过,唐朝历代储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皇太子,有百分之四十六死于非命,唐朝历任宰相三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有八十三人,安史之乱之前,八个皇帝,除了唐高宗李治,是从父亲唐太宗李世民手中和平接班,剩下七位皇帝,几乎每一位皇帝的登基,都伴随着流血和杀人。 说到这里,你还想梦回唐朝吗?开元盛世,是大唐国力的巅峰,按照大唐的传统,这个盛世依然是以血腥开局,三年内,李隆基先后主导了两场大型的政变,在鲜血中,李隆基掌握了大权,打开盛世的大门。 说到这里,也许小伙伴们就要问了,如此高频率的政变出现在大唐盛世,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得先从唐朝开国不久爆发的玄武门之变说起,都知道玄武门之变。 这是历史上记载的唐朝的第一场政变,这场政变距离唐朝开国才仅仅过了九年,唐太宗李世民就杀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 成功上位,并迎立自己的父亲李元为太上皇,随后李世民历经图治,开创了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 然而,李世民开了一个无比坏的头,大唐皇室内斗由此不断,并且一直循环往复,持续了近三百年,一直到唐朝灭亡。 大唐是亡于内乱和政变的,而老曾认为,内乱和政变的根子就在李世民这位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人身上。 当初,李元建立唐朝,立的是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应该说,这是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的法统,中国历朝历代,除了清朝,大都采用这种嫡长子继承制。 是因为立敌立长,能够有效避免皇室的内斗,保证皇权的和平交班,虽然李建成作为一个太子还算合格,问题是,李世民太优秀了,大唐的天下有一半是他打下的,而且李世民也有自己的幕僚和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弟弟会有一点不甘心,难免会对哥哥不服,毕竟皇位的诱惑太大了。 这也加重了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猜忌,此时,作为父亲的李渊,没有很好的平衡儿子们之间的此消彼长,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是出于自保也好,是出于夺权的目的也罢。 他出手了,一场血腥的玄武门之变,杀兄徒弟,虽然李世民最后成了唐朝的第二任皇帝,但也坏了规矩,什么规矩,今后的皇位不再遵从嫡长子继承制,谁本事大,谁就可以觊予,谁先动手, 谁就可以上位,唐太宗万万没想到,自己一手制造的玄武门之变,结束还不到二十年,他的儿子就有样学样,想再来一场宫廷政变,一不留神,他就要重蹈父皇李渊的父哲,成了被软禁在后宫的太上皇,而这个宝贝儿子,居然是被他寄予厚望的太子李承前,的确,当我们翻开唐朝的历史。 到了唐太宗晚年,历史似乎又再重复上演了,虽然李承前是太子,然而李世民另外两个儿子李太,李克的势力也很大,甚至看到李太同样也很受宠,李承前感受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于是李承前便试图暗杀李太,结果失败了。 此时,李承前不仅不收手,反倒一不做二不休,与大将侯军级等人勾结,打算先下手围墙,起兵逼宫,也搞一个玄武门之变出来,也像当年唐太宗逼唐高祖退位一样,逼父亲善让,结果事情败露,李世民气急败坏,将太子废为庶人。 扶植老师的李治接班,就是唐高宗,唐高宗在位三十多年,虽然风平浪静,但他一去世,他身边那个野心勃勃的女人,皇后武士便蠢蠢欲动,武士先后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从皇位上赶了下来,干脆自己称帝,改唐建州,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由于武则天也是靠宫廷政变起家,这也注定了他的结局好不到哪儿去,他在称帝十五年后,他的儿子唐中宗 李显,趁着母亲病重,在大臣们的拥戴下,突然发动神龙政变,逼他退位,复兴礼堂,谁知李显的皇位还没坐稳,李显的儿子李仲俊又联合与林军将领李多座等人,发动颈龙政变,杀死手握大权的武三司,及其党羽,然而政变失败,李仲俊人头落地,没多久,李显又被想效仿武则天,当第二个女皇帝的皇后为氏独死,够离谱了吧,可还没完呢,李旦的三儿子李显, 李隆基又联合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发动了唐龙政变,把维侯给杀了,扶持李旦复位,本是排行老三,根本没机会燃至太子之位的李隆基,却被李旦立为接班人,好戏还在后头,这边乡李旦屁股还没坐热,那边乡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这对姑职,又为了权力大打出手,李旦为了避免激化矛盾,不得不让位于自己的儿子李隆基一上位,二话不说,又把自己的姑姑给灭了,这就是先天之变,之后, 改年号开元,也就是说,举世瞩目的开元盛世的缔造者李隆基,那可是靠着两次血腥政变上台的,而从唐宗宗李显从母亲武则天手中夺回皇位,到唐玄宗李隆基,干掉姑姑太平公主,短短七八年时间,唐朝竟然先后经历了四场政变,换了三任皇帝, 这种内斗精神,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如果排第二,估计没有哪个朝代敢争第一,可谁曾想到,盛世天子李隆基一方面缔造了开元盛世,另一方面依然偷偷念着正变经, 他继位二十五年后,不知道哪根神经又受刺激了,居然一日杀三子,将大唐内斗这出人文惨剧推向最高潮,关于这个细节以后再聊,最终不停的内斗,导致大唐建国一百多年来,最大的浩劫安史之乱终于爆发,李隆基又被自己的儿子迎立为太上皇,当初他把父亲李诞请下了皇位,如今儿子李亨一葫芦画嫖,把老爸的翻脸无情发扬光大, 然后唐朝的政局就不止陷入皇室成员之间的内斗了,翻阵割据,流离党争,宦官弄权,总之各种势力轮番登场,唐朝的政局一天比一天糜烂,直到皇朝起义,直到一个叫朱温的权臣大开杀戒,一个好好的大唐就这样活活地死在了内斗之中,想不到吧,一个强大的唐朝不是死于外敌之手,而是死于内斗, 主席